大家好,我是黑生,关注黑生,健康华科 那么在不久前,有一则关于71岁的吴大爷在早上晨练的时候 因为急性脑梗死不幸离世的一个新闻呢 悄然在网络社区上蔓延开来 那么吴大爷啊,他平时呢,看似非常的硬朗 非常热爱生活,热爱锻炼 那他的一个离世呢,让无数人啊,非常的叹息 更让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经常被大家忽略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中老年人早上晨练的这一个习惯 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个谜团 学习如何在早晨的时候,如何健康的晨练 为自己的健康啊,真正的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 那么首先第一个方面,我们来聊一聊晨起三不要 那么第一个就是不要空腹的时候剧烈运动 那么对于中老年人来讲的空腹剧烈运动 很有可能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 那起床之后空腹啊,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呢 正在处于一种低能量的状态 那么经过一个晚上的消耗呢 血糖的水平比较低,血液粘稠度也增加 那这个时候剧烈运动就会让这个交感神经兴奋 心跳加快,血压升高 那么同时呢,这个血液的一个流速相对呢,比较慢 那么心脏跟大脑的一个血液的供应可能不足 从而呢,可能会诱发心梗,脑梗等等这些严重的后果 所以呢,中老年人在成练之前呢 一定要记得先吃一些容易消化的一些食物 比如说燕麦粥啊,全麦面包啊,搭配一杯牛奶或者豆浆啊 既能够为我们身体补充能量,又能够避免因为空腹运动带来的这种风险 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健康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需要我们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要做到位的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匆忙的起床 那一日之际在于晨 那很多人都习惯了,一听到闹钟就猛的坐起来 猛的起床,开始新了一点 但是呢,这对于中老年人来讲呢 这种匆忙的起床的方式呢 潜藏着巨大的一个健康隐患 那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体的这个血管,它的一个弹性逐渐的降低 那么血压调节的一个能力呢,也相应的下降 匆忙的起床啊,由于这种体位的突然的变化 那么血液可能会迅速的留下我们的下半身 导致脑部的一个公血的不足 出现头晕啊,眼花等等这些症状 那严重的还有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 所以呢,中老年人在起床的时候 应该遵循三个半分钟的原则 那醒来之后在床上躺半分钟 然后呢,慢慢的坐起来,坐半分钟 然后呢,双腿下垂罩,床沿,再等半分钟 那这样子才可以给我们身体一个适应的过程 减少因为体位改变,引起的血压的波动 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 那么第三个就是避免吃这种过于油腻的早餐 那么有些人啊,喜欢在早上的时候吃油条啊 煎饼啊,等等这些高油高质的食物 那么虽然这种食物的味道非常的不错 但对于中老年人来讲啊,并不友好 那高脂肪啊,这些食物啊 会增加血液粘稠度,加重心脏的负担 同时呢,过多的这种食物的摄入呢 还有可能啊,导致血糖的升高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 中老年人的这种胃肠的功能啊 会逐渐减弱 那对食物的一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呢 也相应的下降 那么在早餐的时候 在饮食方面应该要注意啊 简单、清淡、容易消化 然后营养也要均衡的一个原则 那么尽量的选择这种新鲜的蔬菜、水果、 粗粮、杂粮、优质的蛋白质等等 这些啊,营养比较丰富 而且容易消化吸收的这种食物 同时呢,避免过多的摄入 油腻的、辛辣的、生冷、刺激的 不容易消化的这些食物 而且呢,这种高盐、高糖的、高脂的 这种不健康的食品 也要相应的减少 从而呢,减少这些食物 对我们身体造成的这种负担和损害 那么健康的早餐呢,一种搭配 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主食 大家可以选择这种全穀物为主 比如全麦面包、燕麦粥等等 那么第二个,优质的蛋白质 比如说鸡蛋啊、豆浆啊 这种酸奶啊、牛奶啊等等 那么第三个就是新鲜的蔬菜、水果 这个大家选择硬剂的就行了 那么第四个,大家可以适量的吃一些坚果 比如核桃啊、杏仁啊等等 那这样的话,搭配啊 可以提供这种均衡的一个营养 同时呢,也有助于稳定血糖 对心血板的健康也是非常有益的 为我们一天的一个活动提供持久的能量 好,第二方面呢,我们来聊一聊 就是早晨空腹喝水的这一个习惯 那么说完了刚刚成起的三补药 我们再来谈一谈一个广受推崇的一个健康的习惯 有有些时候会口干 然后呢,就迫不及待的拿起水杯 大口大口的喝 认为这样子能够快速的补充水分啊 能够缓解自己的口干 但是呢,这种做法对于中老年人来讲却并不适宜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各种生理的功能都在逐渐的衰退 包括屯烟功能 那这个时候大口的喝水那很容易出现呛渴 甚至引发窒息 引发这种非常严重的一些后果 那么中老年人在乘起喝水的时候 应该遵循小口慢饮的一个原则 每次喝水量都不宜过多 小口小口的喝慢慢的咽下去 这样子既能保证水分被身体充分的吸收利用 又能够避免 因为大口喝水引发的这种不适 除此之外呢,水温也很重要 那么一般情况下早上起床喝水的这种水温 大概40度左右 不要喝冰水 不要喝太烫的水 那这样子选择这种温开水 作为早晨的第一杯水 既能够温暖我们的肠胃 又不会刺激到我们的一个胃粘膜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确计空腹喝浓茶或者咖啡 那么很多人有这种晨起喝浓茶 或者喝咖啡的一个习惯 认为这样子能够提升醒脑 但是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讲 这个习惯其实啊,必大一力 空腹饮用浓茶和咖啡 会刺激我们的胃粘膜 容易引发或者加重胃炎啊 胃泥烂啊,胃溃痒啊 等等这些消化系统的疾病 很多人在吃了这些之后 喝了这种浓茶咖啡之后都会加重 甚至有一些人还会出现这种反酸的一个加重 胃食管反流症状的一个加重 所以建议大家呢 起床之后啊 可以先喝一杯温开水 有助于激活这种肠胃的一个功能 第二个,早餐之后 再适量的饮用这种淡茶 饮用咖啡 这样子既能够提升醒脑 又不会啊 对我们的胃粘膜造成刺激 加重这个胃病 那么在这个充满挑战跟机遇的时代里面呢 其实健康啊 成为了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那么通过今天的一个分享呢 我们不仅仅了解了中老年人 乘起锻炼 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还有就是 乘起的一些有益的 对我们健康有益的一些习惯 但是呢 健康之路啊 很多时候都是并非这种一帆风顺的 它需要我们付出努力 坚持和耐心 去走好每一步 让我们携手恭敬 共同努力 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保驾护航 好的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 也欢迎大家把这个视频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都学会这些有用的健康知识 好的关注回声 健康不管课 我们下期再见